欢迎收看本节目 江苏、辽宁都有4人入选 北京的老将曾春蕾则无援国家队 参加集训的队员将于2021年1月6日到北京报道 随后就将开始新一期的封闭集训 新一期的中国女排总教练依旧是郎平 赖亚文出任领队兼任教练 另外安家结合包装也是教练组成员 中国女排前队长魏秋月的老公袁灵溪则是陪打教练 兼任数据分析参加集训的运动员 分别是北京艺人、刘晓彤、天津三人、姚迪、李盈盈、王媛媛、辽宁四人、丁霞、严妮、胡明媛、刘燕涵、上海艺人、高毅、江苏四人、张长宁、公祥宇、刁陵宇、倪非凡、福建艺人、林立、山东两人、王梦杰、杨涵、河南艺人、朱婷、广东艺人、丽瑶、重庆艺人、袁兴月 与2020年女排国家队集训名单相比 新一期的集训名单接应位置依旧是最大难题 老将曾春蕾落选 龚祥宇牢牢占据主力接应的位置 替补接应将有谁担任呢 广东恒大女排队长丽瑶首次入选国家队 在今年女排联赛接应排名中 丽瑶的得分在国内选手中仅次于龚祥宇 或许正是他在女排联赛中的出色表现 才让他得以首次入选国家队 在今年封闭集训中被传改打接应的刘燕涵 或许在新一期封闭集训中继续改打接应 复工仍然是郎平重点考察的位置 新一期的集训有六位复工参加集训 除了袁星月与闫衣两位主力 胡明媛 王媛媛 杨涵玉继续入选 而高毅则重回国家队 再次接受郎平的考察 他曾在2019年首次入选国家队 不过2020年就无缘国家队了 主攻线上没有新人入选 依旧是朱婷 张长明 李盈盈 刘晓彤 刘燕涵 不知道是进入主攻组还是接应组 在女排联赛决赛 第二场意外受伤的刁林宇 也顺利入选 新一期的女排名单 不过她可能要等伤势 完全好了 才能正常随队训练 另外两位二传 则是丁霞和姚迪 自由人 除了王孟杰和灵力 19岁的小将倪非凡 也继续入选 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7月举行 新一期的女排集训 也将再次开启东京奥运备战 不出意外东京奥运参赛阵容 就将从参加封闭集训的19人名单中参赛 没能入选新一期集训名单的队员 或许就提前 无缘东京奥运会了 中国女排集训名单 主公 朱婷 张长明 李盈盈 刘晓虹 刘燕涵 副公 严妮 袁星月 胡明远 王元元 杨涵玉 高益接应 龚翔宇 丽瑶二传 丁霞 姚迪 刁灵与自由人 王孟杰 灵力 倪非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